嗨大家好我是小群 那在今天這個潘朵拉新黑金出來之後 這個沙納翡翠這個問題 這個很常會看到 那這邊來講一下 我對於這兩張卡的看法 還有一些什麼要不要抽啊 優點缺點之類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首先呢我在官方直播的時候 是有那個時候有講說 呃 帶了沙納的話 就不太適合帶翡翠 因為增上的效益會被稀釋 因為那時候其實玩起來真的是這樣子啊 你帶了沙納之後發現帶了翡翠 其實開下去的這個 傷害數字齁 增加的幅度大概就是只有 呃 從一萬兩千變成一萬八 那只有1.5倍而已 所以其實效益不高齁 那其實後來想一想 這個翡翠他本身的主動技能呢 其實 我覺得還是很好用的齁 主動技炸板什麼的 對於潘朵拉隊來說還是蠻有幫助的 那因為這兩張卡其實後來算一算 這個沙納給的增傷幅度跟翡翠給的增傷幅度 其實是差不多都是1.5到1.6倍之間的齁 那兩張一起帶的話就會被稀釋掉 但是你兩張如果折一張帶的話 選擇其中一張帶的話其實增傷幅度是差不多的 當然這個沙納的優點是他不用開技能齁 他是內建的 那這個翡翠的話他是要洗技能 然後要洗到CD6然後跳起來開下去才有嘛 所以我們以下呢來為大家介紹一下兩張的優缺點齁 首先呢先講沙納齁 優點的話就是開場就是內建增傷吧 所以遇到一些開場高壓的關卡齁 一些比較特別一點的關卡的話呢 開場可以打出更高的傷害齁 另外沙納他是不用怕附加消除的 因為他是直接傷害直接回復力共鳴了嘛齁 然後再來的話他的缺點呢就是他這個主動技能 比起翡翠真的是輸很多啦 因為他的技能排珠 在嚕的時候又會轉出木珠 這個設計我覺得非常的智障 那你不想要轉出木珠的時候 你又要放著等10秒 所以呢其實關卡如果不需要破3屬5屬的話 我覺得用翡翠更好 如果說你開場不需要高傷害的話齁 其實用翡翠更好 不過現在開場不要遇到什麼無視減傷太高攻擊力的話 其實潘朵拉的這個開場可以開盒子嘛 可以更新啊 其實都隨便魔技能應該都跳得起來了 而且3屬5屬來說 我覺得也沒有到非常難解的地步齁 特別是我們有打幾張神隊員齁 那再來是翡翠的優缺點齁 翡翠優點的話就是主動技強嘛 這個炸的整版 然後技能可以隨時開關齁 那你遇到像附加消除的話 你可以前一關先關掉 不過只要注意就是你光技能當回合 你就少了1.5倍的增傷這樣子齁 那再來還有他開技能的話可以回血 而且他炸出來的珠是強化珠 那但是缺點的話就是他需要洗CD啦 然後怕附消 開場的話這個傷害可能沒有辦法 像帶莎娜一樣開場就 就是開盒子打出個2億 2、3億之類的傷害齁 這就比較難一點齁 然後再來的話 我是建議如果要配對的話 兩張帶其中一張就好 然後配這個像陰術啊 含羞草或水仙這種增傷 幅度比較高的卡 這些都是可以帶來2倍的增傷齁 因為這兩張都大概就是1.5倍 但是我們要的呢 不只是他的增傷 我們帶這兩張主要還是為了他們的主動技啊 所以才是這兩張是必帶的這樣子 那我覺得玩潘朵拉的話 建議至少要有其中的一張卡 那當然兩張都有最好啦 那你要兩張一起放也是可以 也不是不行啦 然後再來的話 講一下要不要抽的部分齁 我是覺得啦 像莎娜的話呢 是沒有必要去硬拼的齁 除非你的石頭很夠齁 特別的是如果你有翡翠 那但是你想省石頭的話 其實不一定要抽莎娜 因為這個莎娜其實 未來有很多方式可以取的嘛 譬如說歐妹斯自選 譬如說古碧封印 譬如說之後又開什麼 新黑金在大卡池 那你還是有機會去撈到齁 像這個巴哈姆特貝辛摩斯 莎娜這種守護者 其實都會越抽越多的齁 所以建議不要去硬拼齁 有翡翠就可以了 那再來你有莎娜的話 你也可以去選 歐妹斯也可以去選翡翠 那你也可以不選 你也可以選翡翠 那你選翡翠的話 我覺得是不虧啦齁 這個主動技好用 然後再來他也可以放在鑽石堆裡面 然後再來的話呢 如果說你沒有歐妹斯可以選的話 那你也不夠石頭去拼莎娜 這邊指的石頭是你要拼到 有辦法保底齁 有辦法拿到兩個聖音藥斧 而且你還有多的這個背心摩斯 或者是巴哈姆特 你也沒有石頭去拼的話 建議這個潘朵拉 我覺得也是可以放掉齁 也是可以不用抽啦 因為我覺得兩張如果都沒有辦法 保證拿到的話呢 我覺得你等合作好了 好那以上呢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那大家參考一下齁 那喜歡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一下小鈴鐺 喜歡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